我們頻道一直以來,大部分都是以旅拍為主 拍的是漂亮的風景,紀錄旅行的美好 不過人家常說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覺得旅行也不單純只是眼睛看到漂亮的風景 還有另一部分是讓人產生連結 而碰撞出你自己都想像不到的事 這跟人生的過程很像 我們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讓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是讓你有所啟發 甚至對人生產生的影響 所以我想記錄那些我遇過美好的人 美好的靈魂 也分享這些值得被發現有溫度的事 有故事的人給各位 今天這個器材的第一集想介紹的市井小人物 是一間開交曆安博店的老闆娘 對了,這不是廣告業配 老闆娘也不認識人 我只是單純以前會去那邊安博的客人而已 他的店面就開在香火頂身的龍龍山四旁的公家夜市裡面 以前我睡了不好或者是運動完身體很痠痛 就會喜歡來這邊做個交曆按摩 其實這附近的交曆按摩店也很多 比較會常來這裡是因為他們的時候可以比其他家來的便宜 然後也習慣這邊的師傅了 不過這裡面的師傅有一部分年紀也都蠻大了 店面也不是那種時下看起來很有質感的店面 就是比較傳統那種舊式的按摩店 所以會來的人感覺都是老客人居多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位大媽她一進來店裡講話就非常的大聲 而且剛好就坐在我隔壁的位置 她指迷藥的那位師傅剛好不在 所以老闆娘就安排了其他的師傅給她 但開始按摩之後她就不停的抱怨 說師傅按得太小力啊請求再用力一點 可是她依然覺得很不滿 前前後她換了兩位師傅 但她還是一直抱怨一直沒有辦法滿足她的需要 然後就開始大聲的指責說 你們這些師傅技術都很不好 一個比一個沒力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直碎念不斷 最後老闆娘她出來了安撫她 我大概清楚的記得她講了幾句話 她說大家都做生意的請不要為難他們 你知道說我們的人讓我覺得很難過 聽她用堅定的語氣講出這一番話 我是當場有被震撼到的 之前我打電話預約的時候 她講話的語氣都是有點青菜隨意 真的是沒有想到她會有這麼堅定的一面 這也是我想去做訪談還有記錄下來 分享給各位觀眾的原因 你腳可以放下來這樣 聽你的口音好像不像是台灣人對不對 對啊我是大陸駕過來的 大陸哪邊啊 大陸福建的 你這間店它是租的嗎 還是你是買下的 沒有這個是我頂岸的 我頂岸下來的 是人家之前也是開按摩店 所以現在是你自己 以前開按摩店我是第三家了 我是第三手了 租金還不便宜 那就不用講了 因為有時候環東也會看到啊 對 他會看你們的生意比較好 然後就 應該不會這樣吧 應該是不會吧 因為疫情那麼多年有沒有 他也有同感啊 那個時候 疫情雖然只有我們被 熱令停止營業是三個月嘛 對 然後你開始營業了 可是都沒人啦 對 那個一報說 某某地方確診 大家都不敢出來了 那時候那三四年很難過 所以 房東有 有比較體諒就對了 他沒有說 給你們漲租 因為我看現在很多地方 房租都有漲 對啊 因為我租下來 我也不會殺價 那個時候 我們這裡附近都五萬塊嘛 五萬塊 我也沒有跟環東講說要五萬 我只是 只是說 反正我們做得下去就好 這邊算是夜市的尾巴嗎 夜市對 以前我們這邊 就沒有人耶 這是我們慢慢慢慢給它打開的 所以夜市的範圍不是到這裡還是 不是還有在後面 一直到黃河南路那一條有沒有 那一條 我們那個 都屬於我們廣州街夜市 所以妳以前是 就會做焦底按摩嗎 我本來就是做師傅的啊 那妳自己現在還會再幫 有啊有啊 親自下去幫客人按 我都做漁業的 技術比較好 比較有比較貴 不是那個是老顧客 所以只做老顧客 對啊 老顧客來妳一定要幫他做啊 那我想做的話可以給妳做 沒有比較貴吧還是有 沒有沒有 沒有比較貴 我主要就是鞏固我們的電腦 對不對 不要讓客人流失嘛 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價錢要多高 價錢多高 這個我們現在慢慢做下去 就感覺說什麼 做開心啦 做身體健康啊 對對對 做交朋友 做得自己開心 然後客人開心 我們就非常開心 嗯 那妳口罩可以拿下來 還是妳妳會怕 不是 剛剛好我這邊牙齒取掉兩顆 所以說 喔是 不方便肉依 不會啦還好啊 看不出來啦 看不出來這裡的牙齒兩顆啊 我想說可以讓觀眾看一下 看一下老闆娘的樣子 嗯 那我問妳一些 腳底按摩比較專業的部分好了 好啊 就是說腳底按摩 跟其他普通的按摩比 妳覺得它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有些可能就是會去做什麼 欸 推拿啊什麼的 啊腳底按摩 妳覺得它有什麼比較 特殊的地方 或它的功效有沒有比較好之類的 妳自己覺得呢 腳底按摩啊 對 我有感覺啦 如果你疲勞很多天 腳底按摩 按起來是非常痛 可是回去很好睡 因為我們腳底是走穴道的 客人也有感覺啦 嗯 就是說來抓完回去很好睡 對啊 我之前睡不好 我也是跑來這邊抓 對啊 特別有幾個穴道是睡眠點 我們拇指後面那個都是睡眠點 抓起來是痛 刺痛 跟觀眾講一下說 按哪邊會比較好睡 自己可以按嗎 自己 可以啊 像我們拇指有沒有 等一下 在拇指這個地方 拇指啊 對 拇指這個地方是睡眠點 大家在家裡都可以自己按這裡 然後我們的腳底 遠泉穴這邊 嗯 按是非常好 三條線很重要 哦 遠泉 然後 再來就是腎臟 嗯 然後 胃十二指腸 有沒有 這樣下來 嗯哼 因為左心右肝嘛 我們這邊是心臟 這個凹陷的地方心臟 嗯 給它點一點 所以你說按的刺痛的話 代表這個人比較不好睡 還是幾乎每個人按都會很痛 每一個人按都很痛 越是沒有睡好 按起來痛那是刺痛 我們按到大拇指那邊 對對對 都是痛對不對 對啊 但是很多人很喜歡按 他明明知道很痛 他需要按這裡 對 按完他說有時候 頭不舒服都會好一點 嗯 按他的腳 知道他哪邊身體比較不好嗎 我們其實 沒辦法斷定說 腳底很痛的地方是什麼 什麼不舒服 對 我們只知道說 很疲勞 嗯 很疲勞的現象是這樣子 其他沒有怎樣 嗯 其他還是要看醫生啦 如果怎麼樣的話 還是要注重的去看醫生 譬如說這個人他很疲勞 那他按起來腳會比較腫脹嗎 還是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他如果 可是會有顆粒啊什麼之類的 會有這種 顆粒一定每一個都有 殘抓的人 當然是不怕痛的 的人一個禮拜來兩三次啊 嗯 像我們這個客人 他殘抓啊 你看他在 有沒有 按到好像沒感覺在睡覺 對啊 那在玩他手機啊 常按的人 他就是 好像一被免疫了 都不會痛 但是抓完他很舒服 腳底按完就是鬆鬆的 鬆鬆 對 他就會鬆鬆的 對對對 你是蘇先生嘛 他還沒回來 他還沒回來 可能大概14號會來上班吧 那我覺得還有一提應該很多人都想知道 就是說 客人叫得越大聲你們會想要給阿爺用力 沒有這麼變態啦 有的客人是天生的怕痛 對 我覺得有些女生就是 像小雅他就很怕痛 對啊 很怕痛我們會根據客人的需要 點力或者加力 反正加力不加價嘛 對啊 我之前有一次去給 就反正在觀光區的 然後那師傅 我叫很大聲 他好像越用力這樣 他故意的 沒有沒有 因為是做效果的對不對 有那種客人 一來就是要你很用力按的那種 我們就是師傅啊 會盡量看客人的需求 客人進來 有的客人進來會說 我要大力的喔 我們就會安排 大力我們就是 下手都不手軟的 真的 有的客人進來說 我怕痛喔 少力 那我們會慢慢的 適當的加力 也不會說很小力 就適當加力 讓客人 感覺回去很好睡 太近的話 效果一點都出不來 那你有推薦說 你們這邊師傅 哪一位 幾號他的手勁特別強 兔兔啊 22號啊 58號啊 他都力道 都比較強啊 那女生你有推薦四盒 就是女生怕痛的 你有沒有推薦幾號 不是 怕痛的話 怕痛的話 我們師傅基本上都可以掌握 都可以 因為力道 增減 這個號碼是 他們自己取還是你 根據我們這裡面的 有的他們進來 我們這裡面已經 已經的號碼被人家 佔運了 那他就要 另擇其他號碼 之前我來的時候 有好幾位師傅 有些他年紀是 有一些真的是年紀滿大的 頭髮都很白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師傅 是你輔導他們來就業 還是說他們自己來應徵 他們自己來應徵 我們的出發點也是 也是說讓他在這裡 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工作 然後開開心心的 像我們這邊 有的都已經80歲了 然後六七十歲的 80歲的 以前還在這邊睡 那我後面我就感覺說 不方便 讓他回去睡比較好 之前他們會睡在這邊 對 然後就是說 你看80歲 就是他們做健康的 如果80歲你叫他在家裡的話 我看他很快就疾病上升了 對啦 然後在這裡 又可以賺一些生活費用 又可以鍛鍊健康 和樂而不為 對 我就這樣想 所以說很多間這麼老 他們絕對不要 他們去應徵就會這樣子 人家老闆就會這樣 我就跟他們講 你就好好在這邊待著 這邊工作對不對 只要我有開店 你們都可以在這裡 基本上的生活費用是有 那這邊的師傅有些是來 進來之後才你教他們 還是說他們 大部分也是說 在外面就已經工作過 有一部分是我教的 有一部分他們已經 在別間做了 然後來我們店 然後我就是說在這邊 我看一下不足地方 再給他補一補 那你跟員工的感情應該 也還不錯 都不錯啊 對啊 你們下班會不會一起去 喝酒唱歌什麼 我們太累了 沒辦法 太累了 對啊 以前我們這裡是20小時 對啊 按摩店好像都開很晚 從疫情以後 我們沒有開20小時 疫情以後 當然那幾年不好嘛 對 現在是恢復了 可是現在就是有需要 比如講客人有進來 我們當然留下來再接 沒有的話我們就下班 不會說在這邊死診這樣子 你們最晚是幾點就會關 大概一兩點 那你覺得你們做 膠底按摩的 會不會有什麼職業傷害 因為我看師傅有些手都 那個關節很粗 我猜這個應該算是一種職業傷害 也不算傷害啦 其實像我的話 我倒希望有斬頸 斬頸的話 按起來的比較省力 因為他那個頸 就已經夠深了 有沒有 你不斬頸 不斬頸 你的力道發再大 人家的感覺就是普通 是喔 你有斬頸你力道再加持 哇 那個深啊 感覺是高手就在這裡 那個很痛 關節不會順痛是不是 就是你們按到後來 我看那個手指有一點 會有一點變形 那這樣那個不會有影響 還是還OK 你只要平止這個工作 一兩個月 他就 剪就會一下一下 一皮一皮的脫掉 一層一層的脫掉 像我們這樣展檢 你停掉 他就一層一層脫皮 對 脫皮脫完 他就跟我們正常的一樣 就沒事了 對沒事的 也不會痛啊 都不會痛啊 有的人是手指歪掉 他就是剛剛開始的時候工作 知識錯誤 嗯 他的骨頭就是好像覺得歪掉 但是你如果長期知識都正確 沒事 除非你今天做很多客人 就感覺就好像 我們走路走久了 一定會疲勞會很累嘛 對不對 腰呢 腰會不會有什麼受傷 因為我看兔兔 他有一點腰有綁一些東西啊 腰其實 其實板腰帶 並不是說他腰有問題 有很多啦 但是當然有的是部分人 是他腰有問題 但板腰帶就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到客人 你要保護客人 你本身就要有健康的身體 OK 那應該是不太需要擔心你們健康方面的問題 健康方面 要比較晚睡對不對 要工作到比較晚 我們越做越健康 對啊 越做越健康 真的啊 他真的是 我看到的他越做越健康啊 是喔 他以前一個便當要換三次吃啊 現在一個便當一次就幹關了 幫客人按完自己食慾變好 對啊 真的人一定要動 要活就要動 這個是正確的道理 上了年紀了 你不動在家裡 什麼慢性病都來了 難怪這邊一堆老師傅 對 身體看起來不錯 按起來都很有力 對對 那些老師傅 所以老師傅我通通都幫他們 就跟他的手法 有的人他不會使力 那我就教他怎麼樣使力 他比較沉 力道比較沉 其實我會想來這邊問問是 因為之前我來按摩的時候 我隔壁做了一個 我覺得是OK 然後我不知道你沒有印象 然後他進來他就很雜聲 就是找我說幾道幾道師傅 然後他不在 後來你們師傅幫他按的時候 他一直嫌說 這個太清不行不行 這個師傅你們 你們這些師傅不行 可是我感覺他好像來好幾次 然後他手上帶很多那個 面向嗎 是不是女的嘛 胖胖的嘛 對 女的胖胖很壯 對啦 對啦 那個現在都在大陸啦 對 對 他都是找誰 都是找兔兔案的 對 對啦 對啦 那時候你剛好在喔 我知道我在裡面工作 他口氣也不太好 沒有 他那個人個性 他是個性 個性是那樣子 他怎麼樣 他不會跟人家客氣講話的 他是這樣個性 沒辦法 因為我們服務業 我們服務業 客人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要耐心跟他解釋 他也不是針對誰啦 不是 他是最好 他是最好是兔兔幫他抓 所以他現在還會來嗎 現在他都在大陸 回來 他回來台灣一定會過來 因為我們這邊最廉價 他一定會過來 嗯 了解 他又要廉價 按著Zoom 又要挑師傅 有很多間挑師傅有沒有 他有另外加100塊 那我們沒有啊 我就跟他講 有這個優惠 你就好好使用 太挑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 你要的師傅有 我當然一定給你 但是你一定要 事先打電話來 預約 沒有預約師傅一直等你 你不來我 我今天喝西北風喔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覺得 他是奧客 就不再讓他來 看到他就會害怕這樣子 對 怎麼樣 還是消費者啦 嗯 那你們有真的遇過那種 人家口中所謂的奧客嗎 很不客氣的啊 亂罵的啊 然後閒東閒西啊 都有啦 什麼樣客人 我們做這個做久了 什麼樣客人都有遇過 你有沒有印象深刻的 像我們以前為什麼 20小時收掉 暗王啊 他說試一下 睡一下我們師傅也睡著啦 他就走掉啦 那錢也沒地方收啦 那錢也沒地方收啦 落跑 沒有付錢落跑 對啊 是不是你有什麼辦法 OK 師傅那裡是幾號 我是天成12號 因為沒有現在 晚上沒有 沒有做到那麼晚 現在就還狀況有點 就像以前我們24小時的話 我們基本都 我們店長會要求我們師傅 有的時候就是 你看他酒醉了 對 你就叫他先付錢 我感覺龍山市那一塊 蠻多那種 就是 無業的人 或者是 流浪漢嗎 還是 對啊 感覺這邊蠻複雜的 嗯 其實說複雜也 還OK啦 就是流浪漢 對啊 像我們之前 我們有定洋奶啊 就會被流浪漢偷喝 然後他就自己開鎖 就自己拿來喝了 每天就是空瓶座 我問一下大概 經營這家店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邊附近也蠻多間 對 競爭很嚴重 對 因為你們也收得比較便宜 那 相對來講這樣 你們的利潤有辦法 剛剛開始的時候是很困難 慢慢慢慢 我自己也在做客人 不如小補嘛 不管生意好不好 我最起碼 房租要先拿起來 還有我們最重要就是店 水店 對 因為我們這個店位是特貴的 你們是要 發給他們薪水還是說 就 抽成的 我們這個 按摩界通通都是抽成的 都是抽成的 食物才不要你薪水 我今天能做多少 我自己吃 做越多就算 對 所以這邊師父 每一個他們生活上 應該都還過得去吧 都過得去 都還可以 那你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你說疫情那一段時間 你好 都說你手機幫我拿過來 對啊 因為疫情那段時間 萬華真的蠻慘的 很慘 那幾年我是苦撐了 非常苦撐 根本就沒有錢 收入啊 謝謝 那這樣要怎麼撐 有需要到貸款 借錢這樣嗎 還是不用 那時候政府有鼓勵我們貸款啊 他政府有補助嗎 我都沒申請到 因為我不知道是我 突進錯誤還是怎樣 華西街裡面 百個月蘭妹百個那個 休止夾的都有三萬塊 我一毛錢沒有申請到 我也不知道是哪個 突進錯了 他 我有五月份 2021年五月份 我去申請 他到了六月底回韓 他說我不再補助換我 對 我說尊嚇我也不知道 是哪個土地 我真的到目前為止 兩次嘛 補助兩次 我一次都沒有補助到 我後來我想開的 你補助三萬塊 不夠我交半個月行 還足啊 半個月還足都不夠啊 我說不要了 你先接 我主要就是 生意一定要做起來 好 謝謝 陳陳你好 等一下 五八那個大選啦 來大選 嘀嘀歪歪的 是老客人是不是 對 多年的老客人 對啊 感覺這邊老客人蠻多的 對啊 真的萬華這邊是 疫情的期間真的是蠻辛苦的 在萬華這邊的話 應該是獅子王啦 又是財藝館嘛 嗯 就是破口就是那邊 就是我們店 休息蠻久的 我們 我們的店長蠻辛苦的 那你們那時候 等於就沒有收入 對啊沒有收入啊 像我就休息半年啊 那這樣生活 像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怎麼講 因為家裡就是有 他們有工會有那個 有補助啦 我本身我是沒有領到補助 政府的補助你也沒有領到過 我們這邊有的師父有補助 因為我是有家庭 他們說家庭收入總額超過多少 就沒辦法補助這樣 那這樣是維持了多久 我是差不多半年 有的師父有上班 可是那時候根本沒有客人啊 就是慢慢慢慢的一個兩個這樣子啊 就是撐我們店長就是這樣苦撐過來的啊 他比較辛苦 因為他還有房租的壓力啊 水電費啊 對 那你們那時候有什麼最壞的打算嗎 如果真的一直疫情不結束 那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也是要來上班 有很多師傅是轉行 可是我們 我們這邊的老師傅都還好啦 有再回來上班啦 萬華這邊是封了多久去 封了三個月有吧 可是很多人不敢來是 應該到大家開始接受應該是 嗯 差不多有 應該有七八個月 因為我們剛開始 我半年後來上班 那時候的客人沒有那麼多 對啊 都是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回升這樣子 不可能說一次就像那麼多客人 是不可能嘛 不過現在的狀況應該更 疫情發生之前應該就差不多了嗎 不可能說再像以前這麼那個啦 以前是資格很深 那麼好的 對啊 因為有的人現在可能就是通過疫情 會出國 會去旅遊 對啊 像我們這一塊就是一些老 老顧客 會回來說痠痛來找我們 對 店你一定會繼續經營下去吧 那一定啊 因為我現在跟這個店也有感情 嗯 我們房東現在也對我們很好 嗯 不會漲價 不會不會 我們房東還不錯啦 如果說 影片紅了啦 搞不好影片會有很多人看 這個我也不知道啦 那 我的師父會不會就再也訂不到 就 我喜歡給那個嘛 到時候之後很多人來訂這樣子 不會啊 你只要事先預約都沒 都約得到 你會不會想要擴電 如果說真的生意變很好的話 我都感覺啦 你把這間店經營的有聲有色 就已經很好了 這樣就好 你擴電 你本身沒有在那裡 趴那個店 資位就不一樣了 那你會不會想要找那種年輕的女師傅 我知道啊 就是那個師傅很年輕嘛 還有女生嘛 然後就生意有 其實也是一種吸引力 對啦 你會有這種想法嗎 我以前曾經有啊 有年輕的啊 因為年輕的他定性不足 留不住對不對 不是留不住 他定性不足 他有時候做做做 他的職業倦怠症就來了 他就想換跑道了 那他年紀大的他就認命 他就認為說 我好好的做 過日子就是這樣子 只要師父技術夠 來這裡按摩的 要的是技術 不是要年輕 年紀大的有年紀大的好處 他也跑不掉了 他也跑不掉了 對對對 第一定性足 第二他們的技術都很穩定 不會因為一些心情啊什麼影響 不會都不會 你自己會有沒有想要對觀眾說的話 對我們頻道的觀眾 你自己有沒有想說 你要廣告也可以 你要打廣告 人家說我們這邊超棒的 超便宜的什麼的 都OK 我只是我們很誠實的講 我們這邊真的是價廉物美 我們超棒的 我怕人家會說你臭屁 我們就是說 真的是物超所值啦 如果來這裡就是說消費 然後我們師父都很認真 也蠻尊重客人的 隱私啊各方面啊 我記得60 他都是一分鐘超過10塊 這邊是算起來一分鐘沒有到10塊 就是一般都是譬如說60分鐘 一定都是600塊以上 對對對 我當然很需要觀眾朋友對我們幫助啊 對不對 生意越來越好啊 熱誠的等待啊 那你可以幫我們說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加留言嗎 跟我們拜拜一下 訂閱按讚 請幫我們的頻道訂閱按讚留言 謝謝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這是我第一次拍攝訪談類型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這樣的影片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喔 感謝策也 kaum看 我今天分析